两个简单方法 在家就能测试 自己的落脉是否通畅 落脉不通 百病生 专家带来了自己经常服用的 资慎 凝神 建脑饮品 答案就在今晚17点25分 养生堂 各位好 欢迎收看 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 我是依林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边有好多气球 而这些气球代表了什么呢 可以看到很多疾病的名称 有什么 有恶性肿瘤 脑梗 老年痴呆 帕金森 关心病 这些疾病都想远离是不是 都是特别可怕的疾病 但是很奇怪的是 它们都有一个根源 有一个特点 什么根源呢 就是百病之源 这百病之源到底是谁 到底在哪儿 这样咱们请专家来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欢迎今天做客 养生堂的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神经科主任陈志刚 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 科研处处处长王乐 欢迎两位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中国高端食用油引领者 鲁花倡导消费者 少吃油 吃香的油 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专家 一开场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害怕的一些严重的疾病 它们都有一个根源 百病之源 百病之源到底是什么呀 陈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 像冠心病 中风 帕金森病 甚至肿瘤都跟这个落病有关系 百病之源生于落 落是什么 是经络的落吗 对 经络的落 我们看现场这中间有一个道具 一棵大树 是不是经络都可以用这个树来形容一下 这个可以模拟 经络是气血流程的通道 那么这个主干大概属于精 像横过来的这个小的分支支叉 我们可以叫落 这个精是主要运行气血的场场所 那么落是分别到四肢百孩 这个各个器官的 甚至末端的这面小的支网络 就像现代医学的微循环一样 微循环的血管网络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非常非常的广泛 现在我们得到答案了 那么多疾病 老年痴呆啊 帕金森啊 脑梗 甚至恶性肿瘤的百病之源 在于落脉 就是这个落很重要 就像大树上的一些分支支支叉叉一样 现在揭晓答案了 但是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说到这棵树的话 肯定是树干更重要吧 对 树干如果出现问题了 那肯定更严重 但是支支叉叉总感觉很多 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百病之源是落脉呢 它有什么特点 大疆 大核是精 那么小核小细是落 可以这么理解 主干生病可能急比较快的 这个爆发的可能比较多 到这个落脉的生病 因为它是在细枝末节的 末梢的地方 这个四肢百孩 甚至到肢体 包括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末端 皮肤的表面 这都是有这个有落的 它这个落的这个 因为血管的流速 气血的流速要相对精要慢 它容易生淤血 毒灼淤血的话 容易侵犯这个落 久病 慢病可以入落 生落病 落病呢 就是导致气血不能乳氧 导致器官的这个 最后损伤 比如说脑的损伤 就发生中风 痴呆这类的病变 那么甚至出现这个血管的 引起的帕金森一样的 这个步态一样的改变 我们叫血管性帕金森症 那么还有呢 像在惯性病 在心脏的话 就是心脏的血管 那会出现这个 冠状动脉的缺血 流的话 实际上它增加积聚 也是跟这个淤血相关的 跟落损也相关的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很多人都觉得老了 就应该是旺东旺西很正常 或者是腿脚步灵变了很正常 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 那是因为百病之源 落可能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如果不重视 又和那些可怕的疾病相关了 痴呆 帕金森 脑梗 恶性肿瘤等等 所以要重视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身体当中 哪儿哪儿都遍布的 这个落已经不通了 出现问题了呢 通过一个测试 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落 到底通不通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测 现场的观众朋友 开场之前 大家都拿到了手套了吗 展示一下 都戴上来 都戴在手上 我们戴上来之后 用没戴手套的那只手 去摸一摸 戴手套的那只手 摸一摸 戳一戳 捏一捏 掐一掐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我们身体当中落通不通 和戴手套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请王处长 跟我们解答一下 揭晓一下答案 我们好多这个老百姓 每年都要坚持体检 体检完以后血压很好 血糖 血脂 各方面都非常好 对吧 但是为什么 它还会有不舒适的感觉 实际上就是在于我们 这些分布全身的 浅部的 深部的 末端的 网络化的这些落脉 有一部分轻微的受损 但是又没有达到 导致我们的一些深部脏器 一些重要的器官出现问题 在皮肤表浅的这个落脉 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 这种监测去感受到它 那么中医的这个 最古老的这个内经当中 就提到了这个 邪在于落 叫肌肤不仁 就是麻木不仁 感觉迟钝 感觉不灵敏 那么当如果我们在触摸到 你的肌肤 能够准确感知到 这个感觉下降的时候 实际上在皮肤表层的 这个落脉就已经出现了 一部分我们叫受损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 自测的时候 是需要由其他人来协助的 轻 我们就拿沉重人 来做一个演示 触觉实际上我们分很多种 就是粗触觉 就是抚摸的感觉 为什么叫衣服 就是当你摸的时候 摸其他人的时候 谁来感受这个呢 是对方 那我就会问 您感觉到是什么样的东西 在触摸它 抚摸它 对吧 比方说我现在是很光滑 当然我的手也没有那么光滑 他就会感到这是皮肤在接触 对 但是我会换一种方式呢 哦 明白 然后他回答我说是一样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手和衣服 在它的感受上是一致的 分辨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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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我们在家里可以还有很多 更详细的道具 对吧 比方说搓澡精 哦 对吧 你拿那个润肤露的那些面膜 嗯 对吧 你一弄你这个搓澡精跟面膜似的 那是谁的问题呢 肯定是你的皮肤感受出问题了 我问一下 现场的树娃阿姨 平时有没有就感觉好像 自己这个皮肤的感觉 比较耻顿麻木的 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 血糖过着不好的 好 那位阿姨 好 来 您上场呢 来感觉一下 我们请专家给您测一测 是不是有脉络不通 我们掌声欢迎阿姨 您把这个眼罩戴上 所以要想知道自己的脉络通不通 我们接下来请王出场 给这位阿姨测一测 大家跟着学一学 我们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是要他人在 检测的时候 把这个就是受试者的 这个视觉的校正去除掉 因为有的时候你能看到 你就会经过视觉调整 你就会感受到 他捏我了 我就会应该疼 他就会有调整 所以我们要测单纯的触觉 或者是如果要是有冷热水 包括有些精细的触觉 疼痛觉 我会拿几样东西 触碰您的这个上臂 然后您感觉一下 就是几种这种感受的 这个强弱程度怎么样 咱们试一下 要回答这个程度 就是如果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让您自己记一下 然后这是第二种 然后这是第三种 您回答一下 刚才感受到的 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种就是 就像刷子一样的 第二种呢 第二种好像是那个 就是那个 没事 没事 用那个抹布擦了一下 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像好像是那个 就用纱布随便 反正很轻的那种 很轻的 对对对 但是您描述是纱布 为什么描述是纱布呢 感觉 感觉像是 有点摩擦感 对 摩擦感 好的 那咱们把眼罩摘下来 我们看一看 我们刚才分别是 用这样的三件物品 对您进行了一个检测 我们第一次呢 是用这个 您的感觉是准确的 毛刷 第二次我们实际上 是用一个钝物 进行了一个 类似于抚摸 然后第三次实际上 我们是用的 相对比较柔软的纸巾 实际上您的感受 第一个是很准确的 毛刷 然后第二个呢 实际上我们是用的是 筷子 筷子是点压的 然后第三种您对它的这个 性状描述的 还是比较准确 是抚摸了 但是这样 您把它描述成纱纸 但实际上是一种 很轻柔的感觉 它应该是像头发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这个 误差 误差挺大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 至少可以回答 你的 就是这个粗触觉 是有问题的 有减退 那么你对于一些比较 感受压力比较明显的 这种刺激呢 是不一样 当然我们发现落脉损伤之后 还要去识别是什么位置的 那么就引发出第二个问题 就是捏 我们捏是什么意思呢 就捏完以后我们都会疼 对吗 但是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你一捏它 它就自家咧嘴 疼得特别厉害 就特别敏感 对 很敏感 那么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就不是代表你的皮肤 这个皮肤本身的落脉损伤了 那我们想 它可能会揭示一些其他的 比方说我们说 在脑部 深部的感觉中枢 那么秋脑的堵塞 或者叫秋脑的这个 落脉的损伤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痛绝的过敏情况 就是你一碰它 它就觉得你打它了 你一摸它 它就觉得电它 得说至于吗 对 但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所以我们第二个捏 实际上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发现 你跟日常生活当中 其他人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 如果发现了 那就要来及时地去就诊 这个时候实际上 可能不仅仅是落损了 甚至会有落损以外 更严重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去 更早地去识别它 在家里面跟家人 一起来测一下 就像一个互动小游戏一样 一抚 二捏 我们用不同的道具 然后用家人帮忙 还可以测出自己的身体脉络 到底通不通 是不是百病之源 已经出现问题了 好 我们掌声感谢阿姨 得注意 谢谢 确实有问题 感谢您送您一份礼物 谢谢 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为您送出的是鲁花 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膏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主持人 对 说了得去检查了 好 怎么检查 怎么注意 一会我们会说 掌声感谢 谢谢咱姐 谢谢 先回坐 谢谢 谢谢 除了这个自测 我们知道自己的脉络通不通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如果脉都不通 细小的这些落脉 包括孙落 腐落 这些地方 有一些气血不通畅了 那么会导致一部分 器官的功能受损 那么我们是神经科 所以我们更多地强调脑落的损伤 那么在脑落上 那么轻微的损伤 就会带来头昏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觉得 听力没有问题 去测听力很好 但他就觉得耳朵发闷 耳朵发毒 对 甚至有些人会有耳鸣 脑鸣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 什么都很好 就是睡觉不好 失眠 梦多 早醒 这些都是这样的症状 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 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说 状态都非常好 但是就是没精神 很疲乏 很劳累 对 就是你一查 好像什么指标都很好 但是就是没精神 那么有些老年人 又会出现另外一种症状 就是他膝关节 骨关节 肌肉都没问题 他原来能走一里地 现在可能走200米 就要歇一歇了 你说他哪难受 他也不难受 就是走不动 那么叫疲乏无力 实际上我们讲 落损在全身所有的器官 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是一个网络化 是遍布全身 深浅都会有 所以它的损伤 在不同部位 就会导致不同的症状 而这些早期的症状 是没有办法用指标来解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 西医指标控制非常好的情况下 病人仍然有不舒适的感觉 那中医呢 发现治了半天 这指标好像也没变化 可是病人就会说 好像症状改善很多 原因就在于这两部分症状 会有它发病机制的不同 有一些是叫我们 叫有病理改变的 叫不可逆的损伤 就是器官损伤了 但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这个落损之后的症状 好 谢谢王处长 其实我相信王处长 刚才讲的那段话 真的是解答了很多 叔叔阿姨心中的疑惑 我去查我没三高 我身体好着呢 但是我就是不舒服 老听家人说 哎呀 我们家这个老人啊 身体挺好的 但是老说自己 这儿难受 那儿没劲 腿脚又不好了 老是妄东妄西了 没准是他的落已经受损了 我们说的百病之源 别觉得好像没病 我不管了 我不顾了 如果不重视的话 就会发展成一些严重的疾病 痴呆 帕金森 脑梗 甚至有癌症的可能性 所以得重视 那我们说的 从落脉来解决脑病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我们陈教授 陈主任一直研究的一个课题 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的 今天在养生堂的现场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养生堂的疫苗专题节目播出之后呢 很多叔叔阿姨 都想问相关的一些问题 这样我们就给您一些福利 我们特意请到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防治科的 高燕主任 和北京地毯医院感染中心 副主任陈志海主任 那叔叔阿姨呢 可以扫二维码 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 下载京市健康APP 打开首页找到 并且点击疫苗专区 就可以向两位专家 提出自己的问题了 五脏六腑 四肢百孩 这个无处不到的这个落 在不同的脏器 就会产生不同的病变 那么在脑的病变 就是脑落受损 其实是我们学术团队 我们的导师就是王岩院院士 他早期在认识中风病的时候 他认为是脑落受损 就是毒损脑落 然后就产生中风病 在王岩院士的毒损脑落 这个体系里边 我们发觉除了毒损脑落以外 可能还有落损 随伤 毒伤脑随 尤其脑的慢性病 可以出现这个刚才说的 就是认知神机的改变 认知下降 运动能力下降 甚至到呆傻愚笨的这状态 大家都不想发展到这种程度 所以落的时候就要重视 也就是说落损 从落脉来治疗我们脑部的疾病 是王岩院院士一直研究的课题 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中医是如何治疗的呢 有什么样的方子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好 这是活络易脑方 通过这个血络的通畅气血调达 然后脑随复健复康 这是我们这个活络易脑的主旨 我们的用方呢 看来其实比较简单 你看这几个子 这个处食指 杀怨子 还有一个枸杞子 还有一个葱味子 这是有四个子 这子呢中医来讲一般来讲 是果实来的是补肝肾的 入肾的 哦 三七是活血化于通络 消肿止痛的 这个在心脑血管病里头 在包括急性的中风 慢性的脑缺血里边 它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核手屋呢是自肝肾的 补经血的 部分人特别要注意提醒一点 不要在家里随便用核手屋 这个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 因为毕竟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肝损伤 哦 核手屋的保健品非常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 哦 谢谢 添麻呢是去头疯的 宣晕啊 头痛啊 包括肢体 麻木 添麻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 还有一个药就是这个白吉利 这个白吉利呢 也叫刺吉利 就是炒吉利 它能也是去风明目的 哦 所以你看 如果头面的昏沉 头昏不清醒 耳目不清 甚至耳闷 听力下降 事物模糊 走路的话不平衡 这个通过这个活血 健脑益肾的方法了 就是解决了这个早期的 我们脑络损伤引起的脑病 方子虽好 但是它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 对对对 不能自己 我看好多朋友在拍 回家就来煮来喝了 觉得能见脑 能通路 能补肾 对 不可以这样 有问题找医生 但是没关系 今天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先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陈主任 平时啊 不管是问诊的时候 还是来我们节目组录节目 都拿着一个保温杯 他那里面泡了好东西了 无意中被我们发现了 据说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好处的 对我们的这个通路是有好处的 是什么呢 好 我们请那位红衣服的阿姨 来上场吧 来 到我旁边来 先说说自己怎么难受 就是经常头晕 然后走路也没有原来的 就是又快又稳的那种感觉 不太稳了 事物呢 就眼睛 事物也觉得就是老看那个东西 模模糊糊的 记忆力 记忆力呀 那就是减退的特别明显 怎么明显 特别明显是怎么样 就是经常也是就是做饭的时候 或者做家务的时候 去拿一样东西走到跟前 又想不起来了 又忘了 我要干嘛来了 对 干嘛来了 我放没放眼 有吗 原来是有 有过 就是随受到了损伤 然后需要用这个高方来调理 它适合喝吗 我们陈主任来帮我们辨别一下 刚才他讲的这种 比如说看东西模糊了 头昏了 走路慢了 记性不好了 就是滋肾养随 非常重要 这是见脑安神 就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人群 我看舌胎怎么样 看看 舌呢 稍微黯淡一点 这可能除了这个 我们说的肾阴不足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症状 将来您可能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简单地看舌疹这是 这个方子呢 这刚才可能工作人员 已经漆了一部分 就是高姿嘛 就适合这种慢性的调养 它这个可能冲得有点 稍微的有点淡 一般的来讲 我们一咖啡杯差不多 这一袋 就是这个 这个稍微的淡了一点 给倒一点 尝尝看 好嘞 看看 你看这个颜色 是比较浓 我们陈主任亲自给您倒上 然后您来 闻一闻 闻一闻看看 闻一闻 尝一尝 猜一猜 闻闻是不是气味比较浓 什么味道 阿姨 这是一个副方 因为中药讲 君臣左使的配物 这个不像单一个枸杞 有的人叫做长炮一个枸杞 这个方子因为它是 有几味药的 对 能猜出来什么吗 什么味道分享一下 猜不出来什么药 酸甜苦辣咸 什么味 但是有一点干苦 就是不是很苦 有一点干的那种味道 有点甜 有点苦 对 中药味 药味比较明显 如果是气得浓的话 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蜜 蜜质高方 它就稍微有点甜 但是苦中见甜的这种味道 对 就是干甜的 那么一股味道 能猜出什么药吗 对我们健脑补肾有作用的 这有点难度 这个猜不出来 好 这个方子让您坚持喝 能喝吗 可以 可以 味道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能让我们大脑健康长寿 还补肾多好 行 掌声感谢您 谢谢 我们一会儿马上来揭晓一下答案 谢谢 阿姨送您一份礼物 我们的礼物是 养生堂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玉品高方 送出的红曲草本高一份 为了感谢大家 对养生堂的信赖和支持 您现在拨打电话 就可以免费送您一份玉品高方 每天只限100名玉品高方 做中国人自己的养生佳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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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掌声感谢阿姨 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咱们陈主任自己也会泡在保温杯里的 这个可以自身凝神见脑的高方 究竟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怎么用啊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想要着急知道的话 那给您一个福利 您拿出手机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就输入借脑 这样吧 比较简单啊 就可以提前获知这个 这么棒的高方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 代表第二站 损伤的道具就在这儿了 我们请一位观众上来猜一猜 到底这损伤的是 我们大脑的什么部位啊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叔叔 来 中间请 来让您先猜一猜 您看看这是什么 知道吗 您拿着话筒说 脑子和肠子 对不 您 这个脑子跟这个像肠吗 好像没有空腔 仔细看看 对 它是实体的 实体的 是吧 它没有腔 是吧 一条 所以 对 咱们 你看 脑子像 这个 腔骨的时候里面有一块 就是那个骨头里的 脊髓是吧 对对 脊髓 脊髓是吧 这边那两块 你看了吗 认识吗 这就是脑子 大脑 猪脑 猪脑 一个是脑 一个是骨髓 骨髓 那通过这两样食物 您能猜到吗 我们第二战 如果大脑受损了 损害的是哪一部位呢 大脑的什么部位 大脑的脑神经 对 脑子 你看这个周边 表面你看着 还有一些血丝血落的 你看 这个你看了吧 这个血落 这是软脑膜的 看来像是软脑膜的 那个小的血管的落 这些落都看好清楚 落末端的落 对 如果损伤的话 这些滋养的血管 中医讲的这个经络的落 损伤了以后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伤害到大脑的哪部分 大脑的随 脑随 脑随 很好 很好 来给它掌声 因为脑为随海 这个就是我们大脑 就是这个中医说的脑随 所以啊 伤害到大脑的脑随了 这得多严重 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 咱怎么办呢 有什么症状啊 我们马上会讲解 特别感谢您 谢谢您的回答 掌声感谢 送您一份礼物 我们的礼物是 养生堂行业独家战略 合作伙伴育品高芳 为您送出的 酸枣人草本高一份 为了感谢大家 对养生堂的信赖和支持 现在不打电话 可以免费送您 育品高芳一份 每天仅限100名 育品高芳 做中国人自己的养生佳品 好 谢谢您 这车 进回座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中医说脑微随海 这个就是大脑跟脊髓 再一个那叫 人始生先成精 精成而脑随生 就是为神经管的发育 就是父母的这个 精子卵子的这个结合以后 就先发现这个神经管 然后就发现成大脑 说你先天的丙复够 后天的这个气血的充足 说来自于后天的脾胃的 就是这个支气 就是后天水骨支精 因为也是充养大脑 如果在这个充养的过程中 通路受损了 运达气血的能力下降了 就会出现人的这个神识 记忆 情感 运动 大小便控制五官的这种感受感知 都会出问题 所以耳不聪了 目不明了 嗅觉减退了 味觉减退了 步态障碍了 大小便控制障碍了 都是脑子受损引起的这种症状群 明白 所以落损的是一个初级阶段 到随伤的时候 就会比较重的一个阶段 这就属于有气质性病变了 那么我们的脑随受损了 大脑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结合我们的这个影像资料 你给我们讲一讲 看大屏幕 这个呢 它是这个磁工阵的影像 是两个不同的系列 我们看这个脑子 中间这个大脑表面 你看这个 这是有沟 这个有回 你看如果像核桃 我们最能看清楚了 核桃饱满的时候 它那个钩就特别少 就回的比较充满 饱满的 核桃憋着 长得不好的核桃 扁核桃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萎缩了 就是这个钩伸了 真是 所以脑萎缩的时候呢 这个钩就会有加伸 这个是脑随 中医叫脑随消 西医叫脑萎缩 其实脑萎缩跟脑随消 或者脑随不充呢 是同一词或者类似的概念 我们看这个脑随受损的时候 除了脑随消以外 还有一个你看就是这个 你看这边白的了嘛 在刺痛症里头 我们叫白质损害 白质损害的话 分等级的 轻中重 这个病人呢 王处我们看这个就是 他找的这个片子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中重度的这个白质损害了 白质是什么 脑深部的我们叫白质 这表面的这个叫灰质 在解剖学上是一个 灰质呢主要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运动 感觉神经的这个神经元 包括语言的运动区等等的 这些视觉区 主要在脑的表面叫灰的 是一个解剖学上是一个 偏灰色的一点 灰白色的 深部呢就是偏白一点 淡一点 但是在核磕镇上是一种灰的 灰黑的 你看这个是 这些部位我们叫白质 就深部的神经的传导的纤维 叫白质 出问题了 对 看来这个 这不是梗子 这是脑的 屈血引起的随窍的脱失 什么随窍 脑神经有一个表面的话 这个我们就传导 上传下达的纤维 表面就像电线有 那个电线包皮一样 电线皮的脱失 电线还是好的 电线皮脱失了 这就变成这个随窍的时候 就白质损害 你看到吧 就是白的 简单说就是白斑 在脑小血管病 相当于中医的落损的时候 才出现容易出现白质损害 白质损害的这个 小血管病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是血管的老化 随着年龄 比如说60岁以上的人 其实50岁以上的人 很多人做核磕镇 就能见到这种问题了 在座的可能有人做过体检 核磕可能有报告 脑白质改变 这是脑小血管病引起来的 这个发病率多高 这个其实在不同的统计不太一样 就是说在60岁以上的人 可能有20%到40%不等的人会有 这个60岁我指的是 80岁的话 几乎90%到100%的人 都会有白质改变 发病率好高 对 严重的就会出现脑萎缩了 这个再严重的还出现脑梗死 所以这个随伤不仅是我们的 说的这个核桃人勾勾赫克 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对对 它其中中间部分非常重要的 深度的 深度的也会有问题 对 您如果下次体检的时候 增加一项就是核磕镇 您做一下看看 好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了 怎么知道自己的这个脑随 我们都说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损伤了 可以体检的时候加一下 核磕镇 就可以看到这片子很明显 对 那正好您跟我们说一说 如果有了这个问题的话 会和什么疾病相关 会得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脑白质改变 是小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的 这个神经损伤的表现 走路觉得不稳了 甚至严重的伸一脚前一脚 走一一落就有些困难 其实它的平衡就不好了 比如说走单腿站立 筋肌独立这个能力 有的人就下降了 还有步速也可以变慢 这个就是步态的改变 就是再有呢就是记忆力受损 就是我们中医讲 这个西医的叫认知损 中医叫什么记忆神迹受损 那么比如说刚才说的 轻得到遗忘 重得到迷路 不认家人到痴呆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情感受损 比如说情绪老低落 没兴趣 什么都没有意思 不跟任何人交往 就是这个社会的角色能力下降 实际上是抑郁症 抑郁症的话 这种引起的叫血管性的抑郁 就情感障碍 有的人是淡漠 呆 没有活力 白质改变进一步发展的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大小便的控制障碍 就是尿频 尿急 液尿增多 液尿增多的标准 三次以上的液尿 起来起液三次以上 我们叫液尿增多症了 这也是一种病 所以很多老年人都觉得 他感情淡漠了 他没什么兴趣了 他退休了 就是这样性格改变了 或者说憋不住尿 很多问题 走路不稳 其实可能大脑当中 有一些变化了 对 对 对 这个随已经受损了 不仅落的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照一个核瓷 看看有没有这个白质改变 那么另外 如果很多朋友 没有照过核瓷 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是不是脑随 受到了损伤呢 我们接下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测试 觉得有这样问题 或者怀疑自己有问题的 我们现场可以来做这个测试 大家也跟着学一学 谁愿意做一下这个测试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阿姨上场 同时我们一起一步 到我们的道具这边来 对 好 我们掌声欢迎阿姨 来到我们中间 阿姨 这样 明天对着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我们说要做测试 您马上举手 您是怀疑自己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症状 因为头晕 有时候他就那 有时候有季节他就犯 哦 记忆力怎么样 记忆力不行 记忆力因为说 有时候去拿那个东西去到那 忘了 上冰箱拿东西就回厨房 回厨房呢 一会儿做东西就想想 六三落四 对 尿频啊 尿节 憋不住尿这方面呢 那倒没有 还有就是走路怎么样 跟以前相比 跟以前相比就是走路就是 走得慢了就是 哦 所以怀疑自己有问题 对 好 因为我在天堂做个合词 那是什么时候做的 那是 你做游四年前了吧 哦 那四年前 对对对 因为我偷晕 有问题吗 他做完了 他也没说让我们问 他说做一个起泊器吧 是做一什么呀让 那还是有问题 对对对 那具体的问题记不住了是吧 对对对 那时候那个那片子 已经割的那个 很多说都这样 做完了检查 扔在那不管了 这样咱进一步 做一下这个测试 做个测试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我们专家会建议您 应该去做什么检查 好吧 好 来来来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跟着 来学一学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是学一下这个测试 先给您戴个眼罩 好 来 好 好 为什么要戴眼罩呢 这个测试是怎样的呢 可以看到现场 这个条案上 有好多香包啊 香囊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 闻一闻对吗 对 闻一闻 这个测试就是闻一闻 这样我们一个一个来 给大家揭晓 并且让阿姨闻一下 先来闻第一个 什么东西 跟橘子味似的 来 拿着话筒说 跟橘子味似的 橘子啊 再闻闻 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东西啊 闻着就像橘子味 橘子 好 记住了 这第一个答案是橘子 先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香囊里面 是什么食物呢 这个应该能闻到吧 怎么闻得都像橘子呢 也是橘子 这个橘子和刚才的橘子 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就跟那个 我干那个橘子味似的就是 我干的橘子 那个是普通橘子 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食物 一个 来 这个知道吗 这跟薄荷味 觉得是薄荷是吧 好 再来看 第四个食物 这太重了 这什么呀 这跟葱 葱头那镜头似的就是 这是 咖啡豆 是洋葱 对 觉得像洋葱 好 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东西 得看它习惯 对 不知道能不能闻出来 有没有接触这东西 有没有生活经历 我哥这都闻得特别大的味 闻到过吗 在商场啊 在哪儿 闻到了 这什么呀 有种那个 焦糊的味道 再闻闻 吃过这个东西吗 没吃过 没吃过 跟着炒了那红糖 那个焦糖那个味道 炒焦了是吧 对 好 我感觉就是那个 待会揭晓一下 看看到底对不对 咱把眼罩摘了 自己看一看 自己的这个答案 第一个是香蕉 您说橘子 第二个是柠檬 您说橘子 第三个猜对了 是薄荷 第四个猜对 葱头 洋葱 第五个 这个您平时喝吗 咖啡 不喝 所以不知道 有些可原 他知道有点焦糊的味道 但是前两个太夸张了 对 前两个就分辨不太好了 我们说嗅觉是我们 极其被 就是大家忽视的一个 人的一个功能 就比方说我们说做饭 我们用味觉 对吧 对对对 我们说很少有人说 就是说你闻闻这东西 香不香或者怎么样 一般我们说功能下降的 早期的时候 嗅觉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 就是很多人最后到医院检测 才发现他根本闻这个味 就闻不准 那么他其实是代表我们 就是落损随消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能障碍 就是我们有一些功能 在早期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么他的中枢 一定是在脑部 所以我们说 用嗅觉来去检测 或者去监测 我们的这个 落损随消的程度 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当你发现自己在 就是嗅觉方面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功能上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障碍的时候 那就要更进一步地去查一下 我们的刺痛症 看一下脑部的这个 所谓的刚才讲的脑白质的变性 脑白质的这个脱随效改变 是不是已经有问题 那个时候要及早地介入 它就相当于是我们 小的河流已经开始出现污染了 如果你不管它 那长江黄河就变成重度污染 就没法再治理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闻味闻不清楚 看似是鼻子的问题 但其实 是脑子的问题 究其身部其实是大脑的问题 大脑给出的一个指令 所以阿姨连特别基本的 经常吃的香蕉 都觉得误认为橘子 是不是就可以判定 可能有一些问题 通常来讲 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识别 就是有的人 他鼻子有鼻痘炎 有鼻的这个不通畅 他闻什么都闻不到 那这个肯定就不能算 但是像您这个 有一些闻得很好 那有一些闻得不好 这说明什么 我们对于这个 味觉的识别能力下降了 你就是通路是通畅的 你是能闻到 但是你在后台 就分析识别它的时候 是出现一些小的障碍了 对 这个还是代表了 您这个脑部的 关于嗅觉这方面的 这个功能 是有一点点的小障碍 那我就轻度地减退了 这就做一个刺风阵 对 而且您四年前做过 当时有头昏的症状 没有查出来 这次您再查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 描述性的这个语言 好的 好的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包括现场的观众朋友 回家都可以测一下 也掌声谢谢阿姨 好 要注意了 好 送您份礼物 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为您送出的是 鲁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好 谢谢 好 谢谢阿姨 测试出问题了 咱们继续往下看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掌声感谢 我们两位请 回到中间来 我们看大屏幕上 其实也给出了一些答案 为什么 为什么我鼻子不灵敏了 和我们大脑的脑 随时密切相关的 两位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王教授讲过了 这个大脑是主神机的 那么在机能上的损害 就是神机受损 刚才说记忆 反应 情感 这些包括运动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九窍十四 人的这个感 上边的五官 七窍的这种感受 我们叫上青窍 上青窍是七个窍 这个眼耳 口鼻 这个舌 是吧 这是上青窍 还有下边的二窍 下边的二窍 前后二音 叫灼窍 中医叫灼窍 九窍十四呢 然后严重的话 就是出现 刚才说嗅觉减退 其实味觉减退 像这个听力下降 视力下降 事物模糊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二变的控制障碍 这都是九窍受损 除了认知情感运动以外 还有这些受损 有相关症状的在出意了 相关的 这是我们说的 落受到了损伤 同时随也受到了损伤 对 那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陈主任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特别好的方子 叫资慎安神建脑的一个方子 资慎宁神建脑高方 我们看看大屏幕 大家还记得吗 开场的时候 我说到过 我们发现了个秘密 发现我们陈主任 到哪都带一个保温杯 这保温杯里面 有自己的养生的方法 也是可以保护我们大脑建脑的 它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高方 对 滋养 精血方面 高方是有它的独特的地方 因为它的基脂是蜂蜜 一般用蜂蜜熬制的 所以这个方呢 它就是在随损的这个阶段的话 落损随伤这个阶段的话 又针对脑随受损的 滋胜易随 建脑安神 这个其实用于脑过渡 因为重老男人 尤其是这个或者是白领 用脑过渡以后的话 导致伤精耗血 就会牢伤脑神 就会出现健忘失眠 注意力不集中 以及这个脑疲劳的 压健康人群 这么重的可以损伤的 像白质改变这些 轻的比较早期 可以就是脑疲劳状态 这是有胃病先防 也有治胃病的意思 这个高方能解决这些问题 临床效果怎么样 临床效果我们实践了 又十几年了 我们这个方子在我们科 在我们医院 已经是类似一个协定处方 我们科里边对这种 刚才上述的人群的话 只要符合这种症猴的 我们都常规给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年龄大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这样的问题 可以滋肾凝神 见脑的高方 到底里面都有什么呢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最后来揭晓答案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想要着急知道的话 那给您一个福利 您拿出手机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就输入见脑 这样吧 比较简单 就可以提前获知 这个这么棒的高方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 我们说到了百病之源是落 落受到了损伤 第一站就要上到随 这是第二站了 接下来还有两站 可能就要到达痴呆啊 癌症啊 等一些疾病状态了 是哪两站呢 我们结合地平来了解一下 第三站 好 第三站和第四站 分别是 随笋 随消 还有随海 空虚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有多严重 请陈主任介绍一下 到随消嘛 消 消长的消 那么萎缩不充实了 那么随损到随消呢 是有一个过程 一个渐变的过程的 然后呢 最后出现这个激浓的受损 休耳上潘 那之后到步态障碍了 比如走路的话 非常迟环 迈不开步 还离不了地面 就是我们叫粘制步态 对 小碎步 粘制步态 或者两腿的区区勾搂着 这个腰也弯了 这个头也抬不起来了 可能这个 你看典型的叛逆生命 手呢 还是这样的 拇指有点内收 有的人有震颤 有的人没有震颤 震颤的这种 就是一走的这个 形象 小碎步 甚至叫慌张步态往前挺 阿尔茨的话 就是到随损随消的阶段呢 激励进一步下降 可能接近到要痴呆的状态 到最后一站呢 可能就大小便撕尸 不认人走路 甚至卧床了 这种状态了 就是脑病的 比较重的阶段 所以我们前两站 如果提前发现了 我们治疗 解决 养生 还是比较幸运的 好消息不会发展到后两站 后两站太可怕了 对 中医在治这个落病 或者叫落损随伤 随海空虚 随减随消 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套 这个理论体系 包括自己的治疗方案 对 活血通落的基础上 我们加了天经易随 因为我们实际上 就是在落损那个阶段 大家都在做RSP0的这种治疗 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 一直走到这儿来 是因为那个阶段忽略了 对于随伤的治疗 活完学以后发现 好多症状怎么还是 改善不了 进气神还是跟不上 这个功能还是恢复不了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 就是叫消补兼施 就是既要通也要补 对 然后我们主任多年的经验 包括王永元院士的这个理论 传承下的这个方计 就凝炼出那么一个系列的方药 所以就是一是让大家重视 到了这个落伤了 到了我们的脑髓出现损伤了 如果我们能干预 那是最好的 如果干预不了 真的到了最后两个阶段的话 那么我们也有好的方法 中医有好的治疗的一些方子 这也是王永元院士 经常用到的一个经典名方是吧 对 为什么叫温慎健脑方呢 实际上这个就是阴损疾阳了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阳虚的表现了 这个是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方子 叫资慎健脑 这个温慎助阳 这个对这些小便失思啊 这个便秘啊 步态障碍啊 神机受损的认知障碍 都有一定的疗效 一个大方子 对 这是大副方 如果真的有相关的问题 咱们就去找两位专家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开药 但是我们只是到了 落损伤 脑髓损伤 记忆力减退 然后眼花 耳朵难受 腿脚有点不方便 这些小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刹车了 保养了 怎么保养 现在您来给我们 敬想一下答案吧 大家赶快好好记一记啊 好 掌声自发响起 其实这个阶段就是 胃病先防 或者是疾病防便 一个养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为什么叫滋肾凝肾 健脑高方呢 首先它是滋养为主的 它不像那个 刚才那个方子 有一些温阳 比较造性的药了 这就是补肾为主的 滋阴补肾为主的 这个其中还有几味药 比较有特殊的 你看葛根和荷叶是生青阳的 因为脑的话青阳生 浊气才能降 这是基于中医的理论 那么还有两个药 是甘松跟杀人 甘松呢 这个礼器安神的药 这个对那些焦虑抑郁 睡眠障碍或者疲乏 脑疲劳的时候它非常好 还有一个杀人呢 就是刑痞开胃 因为人呢 在我们脑子的疲劳以后 这个脑髓损伤的时候 就没有食欲 没有精神以后 跟着就没有食欲 杀人是刑痞开胃的 所以这个方子的组合起来呢 就是照顾得非常全面 但是它也比较温和 那个没有那么多的造性 不上火 所以这个方子 还是适合我们 这个日常的保养用 好 如果有相关问题的 想要进行调整的 想见脑补肾的 我们可以去找专家 然后咱们去开一个 这样的方子 对 这个喝的话 就是我们冲水喝就行了 对 这个很简单 这个因为是可以冷藏保存的 撕开以后就是挤出来 一个咖啡杯的样子的 这个开水冲开就OK了 太好了 很方便 好 特别感谢我们今天 知道了原来百病之源 是在那些支支叉叉的路上 那吃掉什么 能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呢 好 进入卤花养生厨房 去学健康美食 今天是夏至 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 说盲中夏至天 走路让人牵 那我们来看一看 湿和热在一起 是一种什么感觉 给大家演示一下 油倒进面里 感觉黏黏糊糊的 很难分说 我们叫湿与热合如油入面 那么热在湿中湿被热浮 所以湿和热在一起就很难分开 我们想去热就一定要先去湿 那具体怎么去湿热 咱们一会儿再说 先问问大厨 今天吃点什么呀 冬至饺子夏至面 没错 是不是 季老师家也这么吃 是的 老北京人也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说家家巨食冷桃面 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 所吃的过水面 就吃起来特别的凉爽 也没有那么太热的 比如说夏天 我最喜欢吃一口像麻酱面 葱油面 都特别的爽快 麻酱面 葱油面 两种 那么咱们今天这一道面 全给你安排了 麻酱和葱油还能合二文一 没错 咱们今天高低给安排一下 高低安排一下 那我们可得学起来 好 我是资深的调麻酱人 您今天必须得给我来点不一样的 好 今天我这个跟您的一定不一样 您是从麻酱开始卸 没错 我是从原材料直接入手 您这都把花生和芝麻带来了 没错 咱们现打这个麻酱 还能自己在家自制 咱们老外去外面买那现成的 那个二八酱 不行 咱们自制麻酱 几比几的比例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 今天厉害了 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 自制麻酱的方法 我不是买花生 买芝麻 自己真材实料看得见 没错 如果您想提前知道 这个自制麻酱的方法的话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亚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麻酱 就可以提前获知 这个自制家庭麻酱的做法 好 那么现在我们熬油 我们这个油是二合油 平常听三合油成的多 这回是二合油 二合油 再加入一些香油 也就是现在我们刚才大厨说了 把这个葱油和麻酱 给我合二为一 现在这个步骤就是 做葱油和料油的过程 没错 平时卸麻酱都用香油 加点什么水去卸 我们迟迟用香料油去卸 也就是我们今天卸麻酱的油 就出自于这儿 您得看好了 没错 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呀 突出这个家的味道 我们自己家里有什么 我们就搁点什么 胡萝卜 芹菜根 洋葱 其实都可以放进去 都可以 油温不能过高 要小火慢慢地泡出来 小火先去熬着 然后我们开始煮面 因为为什么要先在煮呢 我们这面一会儿要过凉 因为咱们刚才出来 做水面 没错 我们用到的这个是易消化的发酵面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鲁花活性面条 采用的是鲁花六亿制面技术 这个做成的 这个面条有个特点 就是又易煮又爽滑 口感非常好 孩子喜欢吃老人好消化 咱们这个面比较好煮 其实一开就可以 一开或两开都可以 一直看到这个夏至的大屏幕上 是映日荷花别要红 夏天也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不知道季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去除湿热的好东西 跟荷花是否有关系 那么我们看 我们夏天的这个荷花 这一身都是宝贝 那么这些宝贝呢 它主要围绕的功能呢 就是去熟 去湿 能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那真是荷莲一身宝 今天我们用的是哪一宝啊 这大厨都切开了 荷叶 鲜荷叶是吧 鲜荷叶 鲜荷叶呢 我不知道大家在提醒大家怎么用 其实煮水喝呀 这个煮粥啊都可以 那么今天咱们拿它什么呀 去煮面 赋予面那种清香味的 这招非常好 尤其在我们这个季节 它是荷叶嘛 它尤其越新鲜越好 取其新鲜 能够去熟生筋的作用 你说越新鲜越好 其实可能很多人家 都有那种干荷叶 我不知道干荷叶和鲜荷叶的功效 它是有不同吗 略有不同 那从大体上来说呢 都可以去熟 去湿 能调脾胃 那不同点呢 就是说荷叶越干 它的水分可能相对就不太足 那我们想夏天生津止渴呀 那我们取鲜品可能更好 那我们经常还会有呢 在我们药材当中会有炒荷叶 叫荷叶炭 那它的功效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主要用在呢凉雪直雪 在夏季的话 也是建议您可以去购一点 鲜荷叶来泡水煮水荷叶 也可以来煮面吃是吧 现在呢我们煮面的时候 就能闻得一种淡淡的 荷叶的清香味的了 而且很漂亮 这个时候呢我们面条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马上过入冰水 让这个表皮啊凝固 让它一种能吃到弹牙的感觉 这料油也做好了 面也煮好了 那接下来就首先教我们一下 怎么调麻将 蟹麻将的 好 没问题 现在咱们开始卸麻将 这油是真小 而且今天阿龙大厨要告诉我们 怎么在家自制麻将 就是从花生和芝麻 开始给您自制麻将 没错 没错 但是您也别着急 我们最后再揭晓 如果想提前知道的话 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下 放大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电话框中输入麻将 就可以提前获吃了 首先呢来一勺这个原酱 北方呢吃的麻将呢 吃的味道是咸鲜 带点酸 然后回点甜 是这么一个口味 那么这里呢首先呢 我们稍微地来一点盐 然后呢糖 回口甜 还有一个最主要目的 让它变得吃得更润 加入一些醋 要不太腻 那么我们呢就是拿油 就是拿刚才熬好的 一个料油去卸 这个料油太小了 特别丰富 蟹麻将呢我们不能一下 倒油 倒满了 给慢慢地卸 我更喜欢的是 不同的方向去卸 那肯定是四百八方 你像我们上劲 是让它越来越稠 是往一个方向 所以蟹就是跟它相反了 让它得松弛 是 松弛下来 如果一个方向呢 它就太上劲了 越打越紧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 酱油 多好吃呀 又有料油 葱油 还有我们的这个自制麻将 再搁一点白芝麻 非常有层次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的家庭版的 是吧 灵魂酱汁浇上来 稀稠度啊 颜色啊 都是而且很亮 黄瓜丝啊 胡萝卜丝 最关键的最关键的 就是刚才咱们物尽其用 我刚仔细看了一下 有那种金蒜 还有那种不算焦的葱 特别的诱人 就是面条一定很好吃 再撒点这个葱花 白白的芝麻 齐活 这一道凉面直接上星级了 没错 太棒了 但我还没忘 那个家庭自制版的麻将 到底怎么做呀 其实很简单了 那么刚才跟您讲过 咱们有自己炒好的 或者炸好的花生一份 炒好的白芝麻一份 然后还有咱们熬好的 秘制的料油 三样东西 个人的喜好 吸收度 我们搁在打碎机里头 给它一起打成 就是刚才咱们这个 糊状 打成糊状 就是刚才咱们的原酱 也就是咱们调好的麻将 那这个油放多少 影响它的成型吗 根据咱们的经验来说 一般我建议就是 少个油 让它稍微的稠一些 咱们刚才说了自制的麻将 那么其实咱们 按厨师话来讲 叫原料是基础 所以我们在选料的时候 其实就很有讲究了 那么首先咱们说这白芝麻 首先第一个 摸上去就很光滑 不要很粗糙的感觉 再一个它个个的 比较饱满均匀 选芝麻还有一个 很关键的就是触摸的感觉 一捏的话 不是那种特别扁 而是饱满 很满满的感觉 鼓鼓的 那么说明它这里头的油脂 比较丰富 那么我们炒的时候也是 我们那锅不能过热 基本上两三成的温度就可以 炒制的时候也不能着急 小火炒 而且我们炒的芝麻 其实不光要嗅觉好 眼神也要好 像那小小的芝麻在锅里 它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是给厨师一个信号 我什么时候该出锅了 你得赶紧给我弄出来 要不我都生气了 就糊了 像那个芝麻它里头本身是有这种油脂的 所以如果您要觉得在锅里颜色真漂亮 出了以后绝对深了 给它一个自熟的过程是吧 对 它还要有自熟 因为它里头是油脂的 它要加热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什么 我们倒出来以后不能搁碗里 一定要给它摊平 要不就是集中的那个部分 它又有升温了 没错 它的面上可能不会深 但它里头就黑了 就升了 这么讲究呢 我看您关火了就可以了 这时候利用它的余温 再给它摊开 让它慢慢地散热 摊开摊平 然后自然晾凉 差不多有五分钟 刚才还是淡淡的黄色 现在已经有一些自熟了 就变成了一种 就是焦黄色有一点点 是的 拿它影响再去打这个 咱们自制芝麻酱 那一定很香 能不香 没错 那咱们喝着荷花水 吃着麻酱葱油面 开心过夏至